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总是这样 仗着是我的初恋 笃定我不会找其他人 后来 在我和她死对头的婚礼上 她哭着问我 为什么你要娶她 你们是假结婚对不对 我笑着亲吻我的新娘 不好意思 我是真心的 今天原本是我和林以棠约定好一起选婚纱的日子 可她又无故消失了 在婚纱店员的眼神催促下 我给林以棠打了无数个电话 却一直都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其实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快半个月了 明明是两个人的婚礼 却只有我一个人忙里忙外 林以棠一直说自己忙 忙到整天不见踪影 甚至都不肯告诉我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 能让她连自己的婚礼都能毫不在意 直到现在 我焦虑地刷新着朋友圈 期待林以棠能够尽快回我一个电话时 她的照片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眼前 照片中 林以棠身穿一袭洁白的婚纱 面带笑意地倚靠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 继续往左翻 两人在照片中又换了一个姿势 有双手交握的 有深情对视的 甚至还有笑着打闹 被抓拍下的瞬间 我只觉得心好像被一只无形大手猛地紧紧攥住 大脑嗡嗡作响 手机中的画面也变得无比刺眼 照片中的男人并不陌生 是和林以棠从小一起长大的竹马江泽 两人关系一直都很好 江泽发生什么事 第一时间都会找林以棠帮忙 甚至连他的微信 也是我在替林以棠帮他处理交通事故使家的 可我怎么都没想到 在林以棠口中互称兄弟的二人 此刻竟然会亲密地出现在同一组婚纱照上 江泽还配了一段暧昧不清的文字 My tan 我的糖 这时 林以棠终于给我发了一条语音 殷怀 我这边有点急事走不开 今天是选婚纱的日子 对吗 你随便帮我选一条好了 爱你 简短语音的末尾 甚至仔细听 还能听到江泽在喊他的杂音 我实在想不通林以棠是如何做到 一边和别的男人拍婚纱照 一边还能冷静地说出爱我二子的 人在极端愤怒状态下反而会变得一场冷静 很快 我就从江泽发的那组照片中发现 他们的取景地是在象牙山 驾车到象牙山拍摄现场后 果然看到了不远处身着礼服 仍在对着摄像机摆姿式的林以棠和江泽 他们毫无顾忌地亲密拥抱 宛若恋人 每靠近一步 林以棠脸上那浓到化不开的笑意 都在我眼前愈发清晰 突然 林以棠猛地松开攀住江泽肩膀的手 眼睛直直看向我的方向 脸色也变得有些发白 樱怀 你怎么来这里了 你 你不是应该在选婚纱吗 我上下打量他华丽的婚纱 问 怪不得没时间去选婚纱 原来早就挑好了呀 林以棠听出我话语中的嘲讽 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我和江泽只是假结婚而已 你何必阴阳怪气的 说着 他上前自然地挽住我的手臂 口气也放软了一些 江泽家里催婚催得紧 我这是为了帮他躲家里的相亲 才帮忙嫁结婚的 等拍完婚纱照 再半个婚礼就结束了 很快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把甩开林以棠 你说什么 你还准备和他办婚礼 明明没使多大力气 林以棠却像受了惊吓一般 狠狠地往后裂切了两步 江泽连忙上前一把拦住他 语气不善道 你做什么 大庭广众之下 对女孩子出手 还算不算个男人 我眯起眼睛 冷声质问 这里有你什么事 够了 林以棠拦在江泽身前 秀气的眉头紧紧锁在一起 周英怀 江泽怎么说 都是我的好朋友 你和他讲话 能不能客气点 况且我只是帮他的忙 又没发生什么事 你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在我们婚礼前夕 你和其他男人拍婚纱照 还扬言要办婚礼 道成了我在大惊小怪 林以棠不但没有丝毫愧疑 反而理直气壮地说 这怎么了 如果是你的前任 遇到同样的事 需要你去帮忙 我也会答应啊 他说完这段话后 江泽适时地站了出来 对我扬起一抹笑容 堂堂还没和你说过吧 我不仅和堂堂一起长大 也是他的前任 以及初恋 如果我真的要出手 你是没有半点机会的 所以放宽心 要真想发生什么 早就发生了 既然我们都说了是假结婚 你就别再计较这么多了 我不可置信地看向林以棠 只觉得心如死灰 林以棠 如果这就是你的三观 那我认为 我们两个也没什么 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林以棠跳出来 愤怒地指着我大叫 你现在是在拿结婚的是 威胁我吗 周英怀 你就真这么小气 我没再多言 只是冷静地取下 手上的没订婚戒指 当着林以棠的面 将戒指从山上丢了下去 曾经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是林以棠陪我一起度过的 那时爷爷突发心梗 而我在国外读书 错过了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 如果不是林以棠这个比友 用无数温暖的文字安慰鼓励我 我想我恐怕会一直悔恨颓废下去 后来回国后 林以棠认出我来 开始以朋友的身份围绕在我身边 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和他相恋这三年 纵使他闹过无数次小脾气 一再挑战我的底线 我都尽力包容 却没想到 他竟然会用所谓兄弟的谎言 毫不避讳地陪伴在初恋身边 甚至准备和他举办婚礼 为了他对我口出恶言 我渐渐开始分不清 如今的林以棠 和当初那个能够写出细腻文字的女孩 怎么会如此割裂 怀哥 你少喝点吧 陆航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酒杯 长长地叹了口气 真没想到 嫂子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我早就看他和那个叫江什么泽的男闺蜜 不对劲了 没想到 俩人竟然还有这一层关系 泽泽 我已经和林以棠分手了 你以后别乱喊 陆航沉默地吞下一口酒 还是忍不住问 可是 自从你们结婚的消息放出去后 周琳两家的股价都在大涨 现在就这么突然解除婚约 公司那边怎么交代 我斜了他一眼 什么时候利益比原则更重要了 虽然话是这么说吧 但是 爱陆航长须短叹着 这时 不远处的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 远远一看 一个瘦高的女孩 正在和一个男人 据李力争着什么东西 那女孩的声音很是嘹亮 而且怎么听都觉得耳熟 哎 怀哥 这不是黎音吗 就是嫂子的那个呸 林以棠的那个死对头 定睛一看 还真的是黎音 此刻 黎音和那个男人之间的气氛 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黎音死死拉着那男人的衣袖大喊着 不准走 我明明看到 你偷拍别人群底了 把手机交出来 哪里冒出来的神经病 滚开 也不知道 黎音哪里来的这么大力气 那男人想挣脱 却始终被黎音紧紧抓着走不掉 不承认也没关系 我已经报警了 你等着吧 一听黎音报了警 男人显然慌了 臭娘们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他猛地一甩胳膊 将黎音狠狠推倒在地 紧接着高高扬起了手掌 还好我快了一步 在男人巴掌落下之前 钻牢了他的手腕 黎音连忙躲到我身后 大声说着 做得好 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这时 警笛声响起 我和黎音一起 压着那男人进了警局 经查证 他果然是个流氓惯犯 等做完笔录从警局出来时 时间已经过了12点 糟了 黎音看了眼手机 整个人一下子慌乱起来 怎么了 居然已经凌晨了 我得赶紧回家喂猫 周英怀 今天谢谢你 我改日一定亲自登门致谢 黎音匆忙跟我道别后 连忙跑到路边拦车 可时间毕竟这么晚了 他一个人怕是不安全 在黎音坐上出租车的前一秒 我还是喊住了他 这么晚不安全 我陪你一起吧 黎音看着我 眼中闪过一丝犹豫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毕竟这么多年他和黎以堂 一直是水火不容的状态 对于我他自然也要避嫌 我和黎以堂已经分开了 我平静地说 黎音几乎是瞬间不可置信地 瞪大了眼睛 小姑娘 你们到底坐不坐车呀 在司机的催促下 黎音犹豫了一瞬 还是选择和我一起坐了进去 我们两个谁也没有多说一句话 车里安静的一度十分尴尬 黎音开始低头摆弄着手机 忽然 黎音猛地抬起头看我 接着又震惊地看向手机 不知道究竟看到了什么 他眉头不自觉地紧皱起来 在接触到我疑惑的目光后 他迅速将手机扣回去 只是摇着头说 没什么 将黎音送回后 我也回了家 这才发现 陆航已经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 黎以堂这是什么意思 故意阴阳你吗 怀哥 你说得对 利益远没有原则重要 黎以堂这操作真的震碎三观 我这才明白 在车上时 黎音的怪异从何而来 原来黎以堂发了一条朋友圈 公然放出了他和江泽所拍的婚纱照 就连所配文字都无意不是 在暗戳戳地讽刺我 想不通某些人的气量 为什么会小成这样 难闺蜜有难 我临时上场拍两张怎么了 我无意深究黎以堂所做的这些 究竟是出于赌气 还是别的什么 不过这倒是提醒了我 差点忘记拉黑他和江泽的微信 第二天 我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黎音提着一大包食材站在门口 眼眸含笑 我说会亲自登门道谢 没骗你吧 说着 他自然地进入厨房 熟练撸起袖子 开始洗菜宅菜 看着黎音在厨房忙碌的身影 我突然发现 其实这个女孩热心又善良 根本不像黎以堂口中如此不堪 黎音整整做了一大桌子饭 在我的劝阻下 她将最后一碗汤端到餐桌上 好了 你快尝尝味道 我夹起一块豆腐放入口中 果然是入口即化 抬头一看 黎音正双手脱腮 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我思索了一下 总算明白她做这些事的目的 怎么 你怕我失恋 不好好吃饭 黎音十分坦然地点了点头 我笑着刚想反驳她 就被她下一句话 惊得差点呛出来 周英怀 要不你和我结婚吧 说完这句话后 黎音的脸先红了 她索性闭上眼睛 到豆子般说着 黎家并不比林家差 你和我结婚一样 可以两家强强联合 这对双方公司都是有益的 况且 黎一堂已经这么对你了 你与其在她这一棵树上吊死 不如趁早走出来 选择一个真正合适的人 黎音双结微微颤动 再次睁开时 眼里已经写满了坚定 周英怀 我是认真的 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在黎音的阴切目光下 鬼使神差的 我点了头 黎音怕我反悔 说要先去领证 成年人需要考虑的东西有很多 仔细想想 其实现在结婚 也算是我占了她的便宜 我和黎音约好在公司楼下见面 直奔民政局领证 就在我们准备出发时 一道尖锐的声音喊住了我 英怀 黎一堂脸色难看地朝我走来 你把我拉黑了 下一秒 她余光撇到黎音挽着我胳膊的手 整个人先是僵住 继而被愤怒完全取代 狐狸精你敢勾引我未婚夫 我连忙将黎音护到身后 冷眼看着暴怒的林以堂 提醒道 林以堂我们已经分手了 林以堂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眼圈都有些红了 周英怀 你为了气我 竟然故意和她搞到一起 你想多了 我准备和她结婚 我说出这句话后 林以堂的脸显而易见地冷了下来 你闹脾气也要有个度 上次拿解除婚约来要挟我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连和人结婚的话也说得出口 周英怀 你这么大的人了 能不能别再搞这些令人发笑的幼稚把戏 说到后面 她表情甚至带了些嘲讽和不屑 这么多年 林以堂一直如此 她仗着我对她的包容和爱 理所应当地认为我根本离不开她 即使她做出在过分的事情 我都只能忍气吞声 如今我选择别人 在她眼里自然会被曲解为赌气 和刺激她的把戏 到底谁才是真的幼稚 林以堂 你到底是怎么游脸跑到这里嘲讽别人的呀 林音站了出来 面对林以堂 她俨然又变成了那晚在酒吧里的模样 高傲冷艳 斗志昂扬 你的三观 还真是每次都能让我大跌眼镜 在自己有未婚夫的情况下 还能跑去跟前任拍婚纱照 最后脸不红心不跳地 把照片发到社交平台 还好意思口口声声说别人小气 整天丢人现眼 还真不怕让大家笑话 林以堂冲她冷喝 林音 你在这里装什么好人 怎么 明知道自己不如我 所以另辟蹊径 决定跟我抢男人 我劝你早点歇歇吧 英怀她离不开我 也不是你三言两语 就能挑拨走的 你配不上周英怀 林音眯起眼睛 换上一副严肃的神色 林以堂 你不过是仗着周英怀大度 一再挑战她的底线 好展示你那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却从不考虑她的心情 你这种三心二意摇摆不定的人 压根就不配被人爱 是 我知道仅凭我的三言两语 挑拨不了你们三年的感情 但是我确信 既然周英怀她已经看透了你的为人 下定了和你分手 就绝对不会违背自己的原则 再次回到你身边 林音不愧是林以堂的死对头 短短几句话 就将她对得哑口无言 同时又气得半死 只是我没想到 面对我和林以堂这段关系 严重不对等的感情 林音竟然会这么一份填膺 更没想到她竟然会对我理解之词 我们走 林音最后蔑视地看了林以堂一眼 拉齐 我就偷偷也不回地离开了 她的手异常温暖 被这么牵着 不禁让我开始对以后 将要和她一同面对的所有未知 都充满了期待感 林音一口气把我带到了民政局 她仰起脸看我 露出浅浅的笑容 再跟你确定最后一次 没反悔吧 我没多说 直接拉着她走了进去 可当真正开始走结婚流程 一起拍结婚登记照时 林音却紧张了 摄影师寻寻善诱 新娘表情有些僵硬啊 可以试着笑笑 林音站在我旁边 不自然地搅着手指 呼吸也有些急促 你在紧张吗 我问 林音咬着下唇 轻轻点了下头 她眼神有些犹疑 小声说 我只是害怕 你现在只是一时冲动 以后难免会后悔 怪我为什么要赖上你 她声音很轻 说到后面 声音已经小到快要听不见 我拨开她搅在一起的双手 放入掌心 十分认真的回应着 你很好 是让我心甘情愿 想要和你结婚的好 没有夸张 这就是此时此刻 我内心的真正想法 林音眼角微微红了 表情欣喜又委屈 唇角不自觉地上扬了起来 随着一声咔嚓 她的笑容被刻进了 我们彼此的结婚证上 林音对这场婚礼很上心 尽管婚礼需要准备的东西 早就备好了 她还是不放心 详细到婚礼的每个流程 都要亲力亲为 不过 这也正好撞到了我的专场上 毕竟对于这场婚礼的详细情况 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 我们每天从公司回到家 都在详尽商量每一个情节 奇怪的是我和林音的审美 竟然出奇的一致 往往会很有默契地 敲定同一套方案 因为这段日子太忙 我在偶然清理手机的时候 才发现 林以堂短短几天 竟然给我发了几十条短信 准确地说 是彩信 彩信中的照片 全都是她和江泽两人 四处旅游的风景照 他们在照片中笑得很开心 动作也是一如既往的亲密 但是却再也不能引起 我心中的任何一丝波澜了 其实想来也觉得挺可笑 我把林以堂的微信拉黑了 她就要发短信 向我展示她和江泽过得很好 是想要故意刺激我吗 随意网上又翻阅了几张照片 尽管他们的旅游 看上去丰富多彩 但我却只觉得 没意思极了 收起手机时 我顺手将林以堂的手机号 也拉进了非名单 婚礼正式举办之前 我决定带林以堂去见一下我奶奶 自从爷爷去世后 奶奶的身体就大不如前 如今需要长年住院 如果说 现在最让她操心的是情是什么 恐怕也就只有我的婚事了 之前我和林以堂订婚 以及准备结婚 奶奶都是知道的 如今突然换了人 还是提前和她解释一下比较好 只是没想到 当我和林以堂进入奶奶病房时 竟然看到了久违露面的林以堂 林以堂正坐在床边 侧身和奶奶说着什么 看到我来 她眼睛亮了一下 殷怀 你来了 她十分热情地站起身 和我打招呼 语调正如我们曾经恋爱时 一样亲你 仿佛这些天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 就连看到我身后的离音 林以堂都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仅仅是笑容顿了一下后 就十分自来熟地去和离音拥抱 安音 我可是有一阵子没见到你了 最近过得怎么样 不等离音回答 林以堂就转头兴奋地向奶奶介绍 奶奶 这是离音 我大学时候最好的朋友 我之前和她说过 您身体不太好 她一直记挂着这件事呢 你看 这不就自己过来了 我们安音这么乖巧懂事 你要是认识什么好的小伙子 可一定要给她介绍介绍呀 林以堂拉着离音 无比热情地对奶奶一阵寒暄 一度让我和离音 连一句话都插不进去 原本我并不想在奶奶面前和她发生争执 可林以堂竟然连我想要向奶奶正式介绍离音的计划都要打乱 看着林以堂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我皱了皱眉 直接扯过她的胳膊 你跟我出来 林以堂很不情愿 硬是被我扯着走出病房 尽管如此 她还频频回头和奶奶交代着 马上回来 你什么意思 我问 我什么意思 我还想问你是什么意思 病房外 林揉了揉手腕 语气委屈 你为什么把我手机号给拉黑了 如今竟然还带那个女的来看奶奶的 周英怀 你就算是闹脾气 也该有结束的一天吧 你做戏做得这么绝 就不怕我真的生气吗 没人跟你做戏 林以堂 我再说最后一遍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不要再来找我 再过一段时间 我就要和林音结婚 我们一起来看奶奶天经地义 你管不着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林以堂终于露出本性 也不装可怜了 恼怒地质问我 不就因为上次和江泽拍了个婚纱照吗 你为这件事 就故意找我的死对头报复我是吧 好 那我不妨告诉你 你打错算盘了 林音这个女人水性洋花 还不如我 周英怀 你怕是还不知道吧 就是你最隔音最讨厌的那个江泽 林音在很早之前 就和他纠缠不清 他不仅勾引江泽 还对他使乱中气 做的这些事 让我们整个圈子的人都不迟 别看林音 他现在愿意涂新鲜 陪你演演戏 等到他腻了 都不用一周 他就会立马像当初 抛弃江泽一样抛弃你 林以堂紧紧盯着我 仿佛想要从我脸上 找出一丝对林音失望的情绪出来 所以呢 你现在说这些 到底是想证明什么 我不以为然道 先抛开事实不论 纵使林音真的像你口中所说 那么不堪 难道这就能改变你 曾经对我的伤害了吗 林以堂 我没想到到现在为止 你竟然还认为 我选择和你分手 是因为赌气 或者疫情别恋 我到底为什么放弃这段感情 你是真不懂 还是在装不懂 我顿了顿 说 我并不知道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凭我林音的了解 他是一个懂离法之进退的人 就算江泽是他的前任又如何 至少他知道 离自己的前任远远的 也做不出你那些事 你在这里 瞧不起别人的时候 能不能先想想 自己都做过什么 林以堂 呼吸有些急促 他一把抓住我的衣袖 颤声问 你为什么宁愿相信他 也不信我 我们可是在一起了 整整三年 殷怀 你能不能别这样 你变得让我好陌生 你从前是绝对不会 对我说这些重话的 我一根根拨开他 紧钻着我的手指 冷硬地开口 对 我是和你在一起三年 所以我们两人之间的纠葛 跟我奶奶和林音无关 所以请你以后 再有什么小把戏 哪怕是找我 也不要去打扰他们 当然 我希望我们彼此 再也不要见面了 你记住 我们已经分手了 林以堂愣正在原地 片刻后 他眨下眼 痘大的泪珠 瞬间滚落下来 他不住地摇着头 嘴里一直重复着不可以 可惜 一切都太晚了 我回到病房时 林音和奶奶正兴奋地聊着天 看上去倒像是认识 许久的忘年娇 见我进门 奶奶连忙将我喊到床边 握着我和林音的手 眼中流转着激动的光芒 这些事的来龙去卖小音 都和我讲清楚了 奶奶知道 之前和小林在一起 你吃了不少苦头 只是我真没想到 你们两个人竟然会走到一起 好 太好了 我有些疑惑 问林音 你和奶奶之前认识吗 奶奶曾经和我说过 之前也刚过世那段时间 她一直不肯接受现实 常常精神恍惚 而那时 爸妈因为工作 不能常常陪着奶奶 我又在国外 后来 奶奶在公园里 遇到了一个女孩 那女孩在得知一切后 耐心地开解奶奶 还时常带着一大堆 有趣的东西 逗奶奶开心 陪着奶奶 一步步走出 亲人离世的悲痛中 原来 那个女孩竟然就是离音 后来奶奶情绪渐渐稳定 离音也因为自己的事情出了国 两人十个多年再次相见 彼此都很高兴 奶奶拉着我和离音 说了很久的话 一直到傍晚 才依依不舍地放我们离开 回家的路上 离音一改往日的叽叽喳喳 反常的有些沉默 我以为她只是累了 但看着她嘴唇始终紧敏的样子 还是忍不住问 怎么了 离音有些犹豫 过了好大会儿才开口 之前 林以堂甚至跟你说过很多我的坏话 我没有否认 点了下头 从我回国见到林以堂本人后 就知道 她一直有一个死对头 听说二人之前还是朋友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闹翻了 那时 林音不在江城 我对她的所有了解 都是出自林以堂的口中 当然都不是什么好话 后来林音回来 尽管我和她两家 也有生意上的往来 但碍于林以堂 我和林音本人也仅仅只是点头之交 直到这段时间 真的和她接触后才发现 林音敢爱敢恨 做事坦荡 和林以堂口中的那个小人 简直相差甚远 不是这样的 林音着急地解释 我就知道她肯定会在背后诋毁我 你知道吗 其实我和林以堂 曾经是很好的朋友 好到无话不谈 只是后来我才知道 她只是出于嫉妒 才来和我交朋友 因此找了她的道 我那时在学校的广播站任职 林以堂就把自己的主马 安插了进来 并且一再嘱咐 我要多多关照她 出于和林以堂的这层关系在 她主马进了广播室之后 我一直都很照顾她 可林以堂竟然以此为由 开始大肆铺张说 我抢了她的主马 并且和她在谈恋爱 我根本没有经历过这种陷害 立马和他们批清了关系 于是流言 就演变成了 我喜心厌旧 使乱中气 林以堂设计我 被整个圈子里的人排挤 我承受不住 于是出了国 林音叹了口气 声音闷闷的 其实现在想想 自己当时真的很懦弱 听林音讲述着这些事 我有些吃惊 任谁也不会想到 如今活泼开朗的林音 竟然还经受过这些 她当初一个人 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不过这些事情 倒还真像是林以堂 能做出来的 我问 你说的林以堂 那个主马 是不是叫江泽 对 就是和她拍婚纱照的那个 林音顿了一下 皱着鼻子别扭地说 我只是认为 既然我们都要成为夫妻了 我有必要为自己解释一下 当然 愿意相信 哪一方全凭你自己 我相信你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接着轻轻拍了下 林音的脑袋 我只是觉得 你辛苦了 自从那天在医院 和林以堂讲清楚后 她就真的没有 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我和林音的婚礼 也渐渐到了日子 我们提前和各自的父母 解释清楚后 两家人一起约着吃了饭 林音父母好像对我很满意 我爸妈这边亦是如此 餐桌上分为异常的和谐热闹 饭局结束后 两对父母 竟然还有些 意犹未尽的感觉在 婚礼当天 洛杭一大早就赶来了 他穿着一套笔直的伴郎服 笑嘻嘻地对我说 怀哥 新婚快乐呀 咱们商案个事呗 你给我包个大红包 待会儿找婚鞋的时候 我多出点力 让你尽快 把嫂子娶回家呀 我笑着踢她 去你的 不包红包 你就不卖力了 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出去一看 竟然是我以为 再也不会见到的林以堂 她看上去异常憔悴 眼下两片乌青 偏偏精神还很亢奋 正在大声叫嚣着什么 保安死死拦住她 这位小姐 你没有请柬 不能进婚礼现场 你眼瞎吗 这明明是我的婚礼 这是给我准备的婚礼 准备了整整半年 林以堂大声和保安争执着 突然看到我过来 立马兴奋大喊 英怀 你快告诉他们 我才是今天的新娘 我想好了 我以后再也不和江泽联系了 我愿意嫁给你 今天不应该是我们的婚礼吗 我特地赶来 准备和你成婚 或许是林以堂 做过的奇葩事太多 此刻见她如此我 竟然没有多么意外 可尽管在意料之中 我也不希望凭空出现一场闹剧 我平静地看着林以堂 冷静开口嘱咐保安 这个人神志不清醒 一定要拦住她 听我这么说 林以堂的气势 一下子消散了大半 声音颤抖地说 英怀 你原谅我 我这次是真的打算 好好和你在一起了 我不再看林以堂 只是冲保安使着眼色 林音也听到动静 急急忙忙赶过来 头发还是只盘了一半的状态 但尽管如此 林音身着婚纱的模样 还是刺激到了林以堂 林以堂眼睛一眨不眨地 盯着那婚纱 突然就哭了 语气哽咽地问我 你不愿意原谅我 是不是都是因为她 为什么你要娶她 你们是假结婚对不对 林音才不在乎林以堂的眼泪 伸手指着她 立声道 林以堂 今天你如果敢破坏我的婚礼 我一定饶不了你 看到林音这暴躁又乍毛的模样 我只觉得无比可爱 忍不住侧身吻了一下她的额头 转而轻笑着对林以堂说 不好意思 我是认真的 林以堂哭得眼泪流淌了满脸 到底为什么 殷怀 你不能娶她 明明你最爱的人是我呀 我没有理会她的话 也没有再给她面子 直接让保安将她赶了出去 林以堂的突然出现 只是一场小闹剧 我们都没有放在眼里 毕竟在我和林音的心里 这场婚礼本身才是重中之重 婚礼正式开始 看着林音手拿捧花 缓缓朝我走来的身影 我的眼眶不禁有些湿润了 这才是我心中 婚姻最本真的样子 忠诚 信任 热爱 交换戒指时 我用口型对她说 谢谢你 林音领悟到我的意思 对我绽放出甜甜的笑容 婚礼圆满结束后 我和林音就去四处度蜜月了 这期间 林以堂真的和江泽搞到了一起 开始大肆宣扬着他和江泽的婚约 可没过多久 两人就闹掰了 原因是江泽收不住心 出轨其他女生的时候 被林以堂抓了正着 当然 这些八卦都是陆航到处念叨 我才无意中得知的 我们度完蜜月回家的那天 林音在车库收拾东西 让我先进门开窗通气 远远的 我就看到一个身影蹲在我家门口 走近一看 是林以堂 他看到我后嘴巴一扁 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胡乱抓着我的衣袖说 樱怀 你终于回来了 你知道吗 他们都趁你不在的时候 欺负我笑话我 我只有你了 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 求你 我抽回自己的衣服 冷声提醒 林以堂 你清醒一点 我已经结婚了 我很爱我的妻子 那又怎么样 结婚了还可以离婚 殷怀 即便你不顾惜 我们曾经三年的感情 你也应该知道 当初你在国外那段婚暗的日子 是谁一直陪着你 现在轮到我需要你了 你怎么能抛下我不管 林以堂重提当年的事 我思绪一下子回到爷爷刚过世那段时间 是我的笔友 用一段段温暖的文字 将我拉出崩溃的深渊 可现在 他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你放屁 林不知什么时候过来的 他愤怒地对林以堂大喊着 林以堂 怪不得当初你这么急着把我排挤到国外 原来不仅仅是因为嫉妒 你还打算顶替我的笔名 贸认我的笔友对吗 这句话好像一道闪电 突然在我脑海中降下 将混沌的思绪 皮成清晰的两半 林英走到我面前 对我说 阿怀 你还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 我和林以堂无话不谈吗 就是那段时间 他得知了我有笔友的事 可是我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早就盯上了你 我也没想到 他竟然冒领了我的身份 用当年我为你做过的事情 来当做拿捏你的把柄 这件事处处在不合理中透露着合理 我整个人震惊住 在得知真相后 面对离音 又多了几分复杂的情绪 林以堂着急地大喊着 不是的 殷怀 他才是在胡说八道 你听我解释 我冷眼 看向林以堂 连心里对他仅存的最后一丝情分都烟消云散了 林以堂 你还想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给自己留点体面吧 我不愿意以后想起你 脑子里只有你的谎言 林以堂不断辩解的声音 渐渐弱了下去 终于 他再也控制不住地掩面而泣 口中只剩断断续续的 对不起 我们回到家后 离音又原原本本地 将当初我们互通信件的事情 解释了一遍 原来 他当初被林以堂逼迫出国后没多久 他的邮箱账号就被盗走了 可离音还是挂念着我 回国后找到了我 但那时我已经和林以堂在一起 他便将所有事都藏进了心里 只是远远看着我 至于为什么 我们结婚后 离音也不愿公布身份 他是这么说的 阿怀 其实我一直都在为当年的不告而别感到内疚 也怕就是重提 会让你再次想起当初的伤心事 原来 真正被人放在心上真事的时候 他会考虑到所有的细致莫及 不让任何一丝可能影响你心情的事情发生 离音轻声问 阿怀 现在你得知真相了 在想些什么 我在感激 我拉过离音的手背 将唇轻轻覆了上去 感激上天 再次给了我们相识的机会 好在 一切都还来得及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